然后写完历书之后呢 我现在只选了一个杯 叫做张千杯 那大家可以 张千杯是一个很有力的杯 所以它对你的这个力度 也是很有好处的 那写完张千杯之后呢 也可以选择写另外一个杯 叫曹全杯 曹全杯是一个很秀气的杯 它可以克制你在张千杯里面 太过这个太过硬或者强的那些那些东西 然后写完 就是这又是一个升级版本的配置 那写完曹全杯之后 可以写另外一个杯叫里气杯 那里气杯呢 就是一个更精致 就是粗细对比非常强烈 非常就是质感非常不一样 像这个张千杯是一个非常像 像石头的一个杯 它的质感就你刚刚说那个 一琢一琢的那个笔法 实际上就是某种像在凿石头的动作 然后曹全杯呢是一个 是用最 我觉得比较确切讲 它非常像一个 这个字好像是用蜡烛 就那个杯的质感很有意思 像用蜡做的一个字 而且呢 感觉它的前方还有一个光源 是有热能的 那这个热呢还在影响着它 就是那个 就好像蜡烛的表面 就是你小时候你肯定摸过蜡烛的表面 蜡烛表面是润润的 然后有点油 然后有一点阻力 但是又不那么锐利的一个表面 就曹全杯是那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写每一个杯的时候 你要试图去感 感觉它的质感 当你感受到的时候 你一定会试图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我想是所谓的一个书法的神的问题 就跟学忠一样 有形的层次 有气的层次 有神的层次 不同的字 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气象的反应 你个人认为 这个历书是如何反映出了 从春秋到汉这段时间 这种气象 就是历书是一个开张非常明显的字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笔正图里面 有一个叫这个 说到横的时候 那一横图 我通常举的例子都会是历书的一横 你看如果从这儿 就你会想到汉代的建筑 我有一次去一个物质文化云场 看汉代的这些石像 汉代的石头是非常说明汉代的审美的 我记得是那个霍去碧墓 前面有很多这个石头的象和狮子 虽然唐代也有很多这样的石雕 你去看一看明代的那些墓前面的石像 那真的是气象上完全没有办法比 对 我就想很奇怪 为什么汉代的人 中国人有那样那种气象 而后来中国人没有那种气象 就汉代跟我们我觉得 就你会很欣赏它的气象 但它跟我们不太亲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明代文人的传统 就今天我们玩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尊身八戒 这个明代文人的就是市场 这个城市商业发展了之后的一个传统 那还有一个源头呢是唐代 唐代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大 但是汉族特征并不是那么明显 就它胜在它的多元上面 然后到了宋代呢 就是文官政治开始是那种 这种极致的讲究精致 就它格物就是任何一个东西都把它做到极致 所以宋代的画到今天你看 是很难 就中国画很难超越 我觉得汉代是有一种 就是很难形容 就是获取比墓前面的那些石像的那种感觉 它没有那么多精致的细节 就是天地一开这个混沌的那个状态 混沌初开的时候 对 你看到的是一个 是像一个逆光的轮廓 就它里面 就你当一个一座山 你逆光看它的时候 比如说日日日 太阳在后面升起 你实际上看不到这个山上的石头啊 树啊 你只看得到一个轮廓 但是你会被那个气势深深的震撼 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汉代的一种感受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